纽约市教师联合工会 联合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 将会在23号星期六 在法拉圣举办第9届家长教育讲座 来分享育儿技巧 青少年沟通 以及大学申请等 华人关切的话题 欢迎家长 欢迎学生 踊跃地参加 我们非常希望 我们华裔的家长 借用这个机会 能够跟我们所有的在校的老师 还有教师工会 能够面对面 来讨论他们所关系的 所有的议题 尤其现在的教育的方针 很多的改变 现在刚好在开学之际 那很多的这种资料 我想这个家长的 尽快地跟教师工会 或者跟华人家长学生 也会联络 好 周燕霞表示 这场讲座 采用中英文双语的方式来进行 邀请到公立学校老师来开讲 我们除此之外 还有儿童福利局的代表 就大学申请 以及子女沟通等议题 来分享经验 那现场会提供您免费的早午餐 以及学龄前儿童照顾等服务 那么会后还会举行抽奖 那么想要参加的话 您要事先电话报名 那边 那边 这样 别忘了